记者肖宇涵台北报道,范逸晨与舒米恩受邀为第二十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现场,范逸晨会向十年前因电影《海角七号》受邀演出,当时正是他第一次演唱歌曲《无乐不作》,而相隔多年将再次登场典礼演唱这首歌,他透露,很高兴,十年后再次站上这舞台让我感触良多。 范逸晨也特地找了电影片段帮助自己进入歌曲的意境,他解释,因为这些音乐与电影密不可分,找了一些片段来参考,帮助自己演唱时更有感觉。 而舒米恩则坦言接下表演重担的心情既期待又紧张,他说,要挑战唱别人的歌不容易,像多了一份任务在身,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表演。 私底下工作繁忙的两人常在国内外演出,平时大多在通讯软体上互动,范逸晨笑说,舒米太忙了,很难约。 舒米恩则回应,真的感谢台北电影奖,让我们有机会碰面。 第二十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将于明晚七点在台式播出。 范逸晨相隔十年将再度踏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现唱《无乐不作》。 台式提供,范逸晨相隔十年将再度踏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现唱《无乐不作》。 台式提供,舒米恩受邀演唱坦言心情既期待又紧张。 台式提供,舒米恩受邀演唱坦言心情既期待又紧张。 台式提供,